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吉祥主播孟哥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不错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这种高压都在台湾附近 水气量很少 天气都蛮舒服的 DC 接下来好天气 还会再持续一天 礼拜五台湾附近 会受到这种高压回流 东南风的影响 全台湾各地天气 都是相当的稳定 而且变化很小 建议您真的要好好把握 这种大太阳的好天气 而且也因为阳光出来了 所以白天是相当温暖 各地几乎都有机会来到30度 只是早晚的时候会稍微凉一点 所以提醒您容易怕冷的观众朋友们 还是要记得多戴一件薄外套了 而目前看来东北风在今天 明显的减落到礼拜五开始 风数明显的减小了减落了 只剩下在北部和东半部 海上座椰还是要注意 稍微强的抢阵风 而至于西半部 目前看来礼拜五 整个风都会明显的减小下来 但是提醒您 礼拜六周末开始天气又要有 180度的大转弯了 因为礼拜六会先有一波 比较不明显的东北风 比较微弱的东北风增强 比较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提醒你礼拜天会有一波 比较明显的封面 以及东北风冷空气要来报道 而且一连续至少三四天 所以提醒大家下个礼拜的天气 恐怕都是这种比较湿湿凉凉的 北部会特别有感觉 提醒大家如果有要从事户外活动 容易受到天气或者下雨的干扰 一定要格外的提前做好准备了 而在农民上面的小叮叮 第一个要告诉大家 最近刚好是适逢柑橘类 也就是橘子或柳丁它的成熟期间 要注意留意这个后期的果实 它的这个品质的管理 而且要合理的追肥 不要让它们互相 这个树枝树干会互相抢走 对方的这个养分 而且也要保持土壤的干燥 适时的采收来增进它的品质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最近刚好香蕉 是正值抽税期 要注意这种花季马的病虫害发生了 而在天气形态提醒大家的是 其实过去几天天气都相当稳定 就是因为太平洋高压就在台湾附近 所以让台湾附近的天气都是相当稳定的 这种水气很少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过去一阵子台湾这种冷空气 或者是封面的位置都是在北边活动 但是可以看到接下来 礼拜六开始会有一波这个比较稍微强一点点的东北风增强 但是它带来的水气并不多 主要从礼拜天的晚上开始 礼拜天白天封面会在北边开始建立 等到晚上的时候封面就会开始往南通过台湾 到时候会游北往南 往南可能会来到云加南都会出现短暂性的争雨 不过很快的封面通过之后 到了下个礼拜一礼拜二 目前看来啊 雪季会再度的减少 下雨的范围也会缩小到北部和东半部地区 所以我们帮大家也整理了在未来四天的天气形态 现在看来呢 未来一个礼拜天气最好的就是礼拜五咯 所以建议您要赶快的把握天气形态 都是有阳光楼链的好天气 可以赶快把秋冬季节的这种厚重衣服 赶快拿出来晒一下 只是有一些小地方要注意的是 例如在东北角还有在宜兰 因为受到东北风要转偏东风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很局部的这种短暂性的争雨 所以提醒您礼拜五跟礼拜六 如果是在东北角以及宜兰的观众朋友要稍加的留意 不过其他地方其实原则上天气都还蛮好的 所以建议您可以好好把握 最主要天气最明显的转变时间 大约是在礼拜天 特别是到了下半天 晚上的时候封面开始通过台湾 一旦通过了游北往南 会从一路往南到这个云嘉南 都有机会出现短暂性的震雨 从礼拜天的晚上到下个礼拜一的上半天 雨是是最明显的一段时间 目前看来这一道封面的水气 还蛮充足的 所以提醒大家下个礼拜会持续好一阵子 都是这种容易滴滴答答 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 而且目前看来持续至少到下个礼拜三 礼拜四封面才会逐渐的远离 而且东北封才会逐渐的减落下来 所以提醒您下个礼拜要赶快做准备了 以上就是这节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咯 我们下个礼拜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